好 現在整個戰爭的規模是在擴大 而且運用的武器也就越來越不一樣 陽明剛剛我們看到說海豚 海豚也加入了這場的戰爭 其實現在目前在世界上 有兩所的軍用的海豚的培訓基地 一個就是在美國的聖地雅各 另外一個就是在俄羅斯的塞凡堡 那麼美國的軍用的海豚 主要就是用在炭雷 還有把這個炸藥運到敵方的艦隊 所以這個海豚 我們看起來真的是很可愛 很可愛 可是他身上背的是可能刺刀 可能他背的是炸彈 可能背的是手槍 所以他現在已經 他的整個的戰士 已經到了赫爾米亞東南部的這個地方 還包含了連海豚都加入了戰局 陽明怎麼看 最早使用把海豚用在戰爭的是美國 在越戰的時候 當時是因為他們潛水艇 越南會有那個北越會有潛水員 會游下去去破壞 然後那時候美國用六隻海豚 六隻海豚他們就裝上 他那個前面的尖嘴 把他裝上一個類似尖的一個 類似尖的可以穿刺的武器 然後因為海豚 他只要他就是訓練完之後 他只要發現敵人 衝過去只要衝撞就好了 所以他前面那個尖的就會把對手的這個北越的潛水員 但是我覺得很殘忍 其實現在包括以色列 包括北韓都傳出在訓練所謂的海豚部隊 可是都沒有經過證實 那目前俄羅斯就是在克里米亞跟美國是公開有承認的 俄羅斯這個海豚基地也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2014年因為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吞 才回到俄羅斯 才回到俄國的擁抱 當時烏克蘭2016年發一個新聞 他說我們當時在我們的基地裡面的這些海豚 被俄羅斯掳走之後 他們絕食 因為他們愛烏克蘭 所以他們拒絕禁食 所以最後全部死亡了 然後俄羅斯那邊就說 你鬼扯 這到底是什麼大外宣呢 他就說 其實是因為我們後來就 他說他們那個時候俄羅斯並沒有把這些海豚拿來用軍事作用 俄羅斯那種說法是這樣 他就說他們是拿去表演或是說怎麼樣 自然死亡的 我聽到的是說他們有的海豚呢 是因為跑去外面找到別的母的海豚之後 就跟人家跑了這樣子 那講到動物 其實動物拿來當這個戰爭工具 我要講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美國CIA曾經想要在冷戰時期 1962年 他們研發了一套叫做貓耳 就是說把貓的脊椎安裝一個晶片 連接一條線然後在他的耳朵這邊有一個類似收音的麥克風 所以當貓走進你要偵探的對象 你就可以聽到這些人在講什麼 那他們的目標就想說 你看貓那麼可愛動物 一定大家都不會有警覺 結果他們美國據說 花了2000萬美金研發這個計畫 然後他們第一次做測試 就是找這個在美國的這個蘇聯駐美的大使館周邊 在旁邊一個公園 他們就把針對他們那個團隊就把這隻貓放到 想要放到公園旁邊兩個蘇聯的這個大使館的人員的 坐在他們坐在公園聊天 貓一放出去 沒多久計程車把那隻貓撞死 這個計畫從此中此 就是一個完全沒辦法成功 因為貓不受控 就是 對 貓跟狗比起來的話 貓的確是不受控制 這是一個很悲慘 如果以從動物保護來講 其實這個都是很不人道的 所以你知道 我們現在所有全世界的動物保護組織 只要聽到說拿海豚來做戰爭工具 全部都是反對的 包括美國的這個聖地牙哥的基地 也都是全球的動物保護的團體 都在反對做這樣事情 因為不能道 而且現在的你知道 早年我們講那個美國在越南 他們是用這個穿刺嘛 現在的海豚武器 已經甚至變成自殺炸彈 很多是裝載這種所謂的 會爆裂的炸彈 然後讓它去衝撞敵人的艦艇 去製造破壞 那很可憐海豚也會死 對 就等於是類似神風特工隊 所以這樣的就很不能道 因為海豚老實說 它的這個 在全球它的數量也有限啦 所以繼續這樣訓練下去的話 可能就會讓很多的這個海豚 瀕臨絕走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約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啊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l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